首先这四条线 我比较喜欢把它变成两条线的方式来做比较 而且最好是老板任意选 因为四条线的比较跟两条线的比较 请问四条线是不是有两条碍比 就是挡住你去做比较 像这边如果只有放2017跟2018 会不会比较容易比 所以我要告诉你 什么叫做互动式报表 互动式报表 首先这边 这边我放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空白地方点一下 勾选交叉分析筛选器 然后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请勾选 就是一交叉分析筛选器 二订单日期 请把订单日期修改 改成日期阶层 这样是不是就变成 就是让别人很方便来去勾选 他想要比哪一年 他就点一下 例如说2018年 这边是不是有2018年 你可以加按扩作键 点一下2017年 请问一下 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 你看到了什么 这样是不是方便比了 这是不是就很方便 我们来做比较这件事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们通常是以2018来去说明 他有增加还是有减少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就可以说 2018年的2月 2月2月4月5月12月 2月4月5月12月 他是书前期的 对吧 有听得懂这件事吗 这时候你 刚刚那一位 刚刚那一位 又乘 把乘用 所以假设你要去说 老板就说 那12月 12月为什么比 前义起来的低 这时候要做什么事 自动分析 听懂吗 你不可以 你不可能把所有分析都做完 才去找老板 你干脆就用他内建的自动分析 因为当老板想要问你这件事 你就直接滑鼠右键 请问要点2012年还是2018年 还是2017年 当然是点2018年 2018年的分析 说明减少的情形 有听懂吗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 你要会懂得 这样子来去做应用 我先把这个 重新再讲一次 一 交叉分析筛选器 二 订单日期 三 记得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然后 你要记得 你要会去选 你可不可以比 2018年 跟2016年 当然可以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 这没有很大的意义 好 可是2018会跟2017年比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这边 当我点了2018 当我点2018 他这边是不是只剩下一条线 2018 当我 当我 躺坐建案柱 在点2017 我这边是不是变成两条线 这就是互动式 可以了解吗 而且 而且 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当我现在勾选 2018 这个值是多少 73 73个百万 这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选的时候 这边都会随着 你这边的选择 这边的选择 而去做修改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了 那我 我接下来 接下来 我想 因为这个图 可以把它画得更漂亮一点 但是 好吧 我们还是赶快画一画 怎么把它变更漂亮一点 第一 第一 这张图 这张图 格式 我会把它这个图 图案 图案 线条 因为它是折线图 所以我会把线条 稍微加粗一点 还有 这个图案的标记 打开 而且标记大小 把它射到一倍 刚刚是五 那我们现在 刚刚是四 好了 我们现在射成八 有看到吗 这叫古典图 这只是为了 让它好看一点 再来 这个部分 如果说你把这张图传送到手机或平板上面 给老板看 它是没有Ctrl这个按键 所以我们通常会把Ctrl键拿掉 就是格式 格式 针对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格式 请把选取控制项的Ctrl键关闭 还有 这边没有全选 所以请把全选打开 再来 这个图如果你放在平板上 你知道那个格多小吗 非常小 我们的手指其实是不好点到它的 所以建议 建议把它的项目 项目的文字稍微设大一点 这叫项目 好 以上动作我就不请你们做 因为这都是格式的修改 我现在要教你另外更重要的行为模式 请问一下 我们 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这里面 我们销售 你总要让老板知道 哪一个产品销售最好 哪一个类别销售最好 因为当他今天要做功能的改变 请问或者是打广告 他是不是要针对公司的主力产品 来去做打广告 这些时候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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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